我说四弟 你这眼神当真是不怎么样啊 你说你当初怎么就舍得这么个人间角色 反而挑了这个次品呢 这山鸡永远都是山鸡 哪能比得过这真凤凰 不过说起来我也真是替四弟可惜啊 这位云二小姐 可比你娶回去的四弟妹要强多了 别说是她身后的林家 就只是她那神医的名头 这满京城谁不争着抢着去娶啊 四弟原来是该把人娶回去的 只可惜错把珍珠当鱼木 反倒把个娃力当了珍珠 我可真是同情你 到手的好处都能白白放跑了 眼睁睁看着人家大放异彩 倒真是可怜啊 二哥 还是别可怜我了 毕竟我再怎么样 也没混到二哥这种 去南风楼里跟人当街私混 也不知道二哥被男人压在身下的时候 是什么感觉 是不是也和女人一样 所以才变得这么嘴碎啊 我的事情到底怎么回事 你心里清楚 是我一时不长才会着了你的道 可不管怎么着 我也没混到你那地步 虐打妻子还被人伤了命根子 四弟啊 你可要好好保重 可别变成了太监 我好得很 就不劳二哥操心了 二哥还是想想怎么应付 你那些蓝颜之己 毕竟好男色好得你这样 不惜当下面那一个皇家子弟 普天之下也就你这么一个了 我说了那天是被人陷害 可我看着二哥挺沉醉其中 谁知道呢 斗吧 使劲斗 最好两败俱伤 朕听闻近来京中 突然多了位神医 臣妾也听说了 据说那位神医不仅医术高超 就连模样也是一等一的好 旁人还给他取了个 玉面观音的名号呢 臣妾对他慕名已久 今天还特地找他进宫来了 哦 云二小姐还不上前见驾 臣女云速音 见过陛下 嗯 是个美人胚子 可不是吗 臣妾娘家那侄儿 自打见过云二小姐之后啊 那就是魂不守舍的 说着普天之下 就没有比他更好看的人了 今儿个是除夕 本就是大喜的日子 臣妾还有个不情之情 想要求陛下一份恩赐 也算是喜上加喜 玉妃既然知道是不情之情 就不该开口为难陛下 陛下 臣妾喜欢云家这小姑娘 正巧 显儿还屈为正妃 不知道臣妾 可否替显儿 求了这门亲事啊 皇后娘娘说笑了 云二小姐曾与四皇子定亲 如今 怎能转定给二皇子啊 他们可是亲兄弟 况且 二皇子前些十日 也闹得实在是 听说 殿下府中 蓝颜知己甚多 云二小姐嫁过去 又怎能得了殿下欢心呢 这般乖巧的小姑娘 难道皇后娘娘舍得 让她年纪轻轻 就守了火寡 我那侄儿身份 虽然不如二皇子尊贵 可好歹 喜欢的是女儿家 又对云二小姐 早就有好感 慕名已久 待他们成亲之后 定会好好对云二小姐 他们二人也会秦色和谐 恩爱至极的 四皇子早已娶亲 她跟云二小姐的婚事 早就不作数了 定给显儿又能如何 显儿是中宫嫡子 身份何等尊贵 难道不比你的斗鸡六狗的侄儿 云二小姐 这也是你自己的婚事 由不得别人来说 我家显儿先前便与本宫提过 对你颇有好感 也愿意给你皇子正妃之位 不知你意下如何呢 云二小姐 本宫侄儿乃是郑国公府嫡子 郑云平 虽不如皇子尊贵 可过府即是嫡妻 她性子虽有些玩闹 却也从未做过什么伤风败俗之事 你若愿意这桩婚事 她必定全心待你 也绝不会那男色给你添赌 就像是皇后娘娘说的 你自己的婚事啊 被你自己做主 你大可儿想个喜欢的 不必害怕有人从中作梗 玉妃 你什么意思 臣妾只是嘴口说说 皇后娘娘何必动怒呢 云二小姐是怎么想的 多谢玉妃娘娘好意 也谢谢郑公子垂青 只是我与她无缘 这婚事实不敢受 同样也多谢皇后娘娘美意 只是二皇子身份尊贵 阿英与她不甚相配 云素音 你可想清楚了再说 二皇子乃是中宫嫡子 本宫成义替她求娶于你 不仅不计较你之前那些事情 也愿与你正非之位 等你过府之后 便是二皇子府的女主子 多谢娘娘 阿英不愿 你